来看第三题 某高速列车从甲地开到椅地 原来预计全程都是以每小时300公里来行驶 但是出发20分钟以后 就是因为豪大鱼变成每小时只能行驶200公里 到达椅地的时候比原定的时间延误40分钟 因为你后来就是比较慢了 比较慢的话当然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也就是多花了40分钟 回答下列的问题 好请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说该列车在这个行程当中 以每小时300公里行驶了多少公里呢 请注意一下 每小时300公里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叫做一个小时可以走300公里 一小时可以走300公里 每小时300公里嘛 它就是一个小时可以走300公里的意思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它说出发20分钟 也就是说它行驶300公里就是只花了20分钟 也就是说呢 300公里呢 只有20分钟是用300公里 那也就是说呢 20分钟可以走几公里呢 我们要来算这个 我们知道说一小时是300公里 那20分钟可以走几公里呢 我们先把它换成小时 所谓的20分钟就是三分之一个小时 三分之一个小时可以走几公里 我们来算一下 一小时走300公里 那三分之一小时呢 就是300乘以三分之一 等于100公里 所以第一小题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以每小时300公里行驶了100公里 达100公里 这是第一小题 好咯 再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假地到乙地的距离是几公里呢 好我们先来画个图来看一下 把图画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假设呢 假地到乙地呢是x公里 那前面呢 他用全程每小时300公里 就是一样的速率 走了100公里 那剩下多少要走呢 剩下来这个里程数呢 是x减掉100公里 好那我们来列试一下 这个呢本来呢 x减100这么多公里呢 他原来是用300 每小时300公里来行驶 也就是说他要花的时间是x减100除以300 本来要花这么多时间 后来呢 他降速x减100呢 除以后来用200公里的时速去跑 后来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多 那花的时间多多少呢 比原来呢 延误了40分钟 比原来多花了40分钟 这个40分钟呢 也就是三分之二个小时 他就等于三分之二个小时 六十分之四十嘛 他就是三分之二个小时 那到底是谁比较多呢 你速度快时间花的少 速度少呢 这个时间花的比较多 所以呢 你假设原来呢 是用300公里的时速去跑的时候 这个时间比较少 后来用200公里的速度去跑的时候 时间比较多 那这个三分之二小时 是要比较多的这个时间 扣掉三分之二 才会等于原来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 300分之x减100 等于200分之x减100 扣掉三分之二 因为后来花的时间比较多 你要把这个延误的时间 把它扣掉 才会等于原来的时间 这个式子呢 列完之后呢 左右呢 同乘以600 把它变成整数 这样子比较好算 两边同乘以600 所以呢 就变成 2乘上x减100 等于3乘上x减100 再减掉三分之二 也乘以600 所以就是400 那这时候呢 再把它 呃 括号去掉 展开整理一下 变成呢 2x减200 等于3x减300 再减掉400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把这个x呢 移到左边 数字移到右边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2x减3x 负x 等于负500 也就是说 x就是500 甲乙两地的距离 就是500公里 这个题目呢 就可以这样子 把它解决了 你画图来看一下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这个题目 我们先讲到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拨